大家好 我是香蕉人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在上集做了9s NR2 3 散热器测试影片 在影片下的留言有很多观众提供许多想法和建议 没错 大家的留言我都会亲自看过 只要你不是酸言酸语 我都会回复你的问题 所以今天要来按照大家的构想要求 再来测试一下 首先是观众希望能再把9s的6公分散热风扇 反钻方向改成用抽风式散热 按照垂直封道热控器上升散热原理 然后还要再加上电脑高负载的发热量 看能不能把M.2 SSD保持一样的低温 再来另一个要求是把先前测试过的 利明HR09 2280 Pro M.2 SSD散热器 土炮加装6公分风扇上去 再来测试它的散热能力 不瞒大家说 这利明散热器 我已经做完加风扇测试了 因为在当下我测试完被9s的M.2 SSD散热能力给吓到 一个看起来不起眼的产品怎么会那么强啊 那外观精美的利明HR09 2280 Pro的面子要往哪里放啊 所以我就自行土炮改装9s用的6公分风扇上去 再测试一次 而我也在测试完觉得利明一定会再把Pro版加装风扇 升级为Ultra版再来卖一次 等一下你看完我的测试就会知道原因了 首先第一个测试的是9s M.2 SSD的6公分风扇 改为向上抽风扇了 那要拆除这个风扇其实不难 只要把固定挂锅拉起来就可以 但请记得我先前说过它的鳍片有割手问题 一定要用工具来拆 千万别用手指头在那里大力拉扯 这样是会有点危险手指头见血的问题发生 而你只要拿一支免洗筷子 在固定空闲处插入往上拉 就可以轻易移除固定挂钩 完成后再把风扇正反面转个方向再安装回去就可以 整个恢复过程会比拆解来的简单许多 好完成快来测试吧 目前测试的室内温度也是和上次一样 维持在27度 这样测试比较温度差也会比较少一点 那首先是开机待机3分钟后的温度为32度 目前在风扇正反吹送散热都是一样水准 嗯...不错不错 接下来开启YouTube上8K影片播放 来增加系统的负载量 目前系统大约占用了85%的使用率 CPU的频率大约在4.5G 而微星RK16900XT16GB的工作温度 也来到50度左右 那等一下测试速度会再加快许多 不然只要一个动作迟疑 就有可能被它风扇降温下来 所以如果你想看清楚资讯 请自行暂停影片观看一下 接下来是第一次测试 哇我的妈呀 电脑在85%高负载消耗 连SN850的读写速度 也被打回到PCI3.0的速度 目前只剩下1000-1500MB每秒 哇我的天啊 用抽的散热方式 也吸收了不少显卡发热量 一次就到达它的基础工作温度41度来抗衡了 真的担心它的第二次测试 还能不能顶得住啊 接着在第二次温度测试 咻...还好 也只有上升1度而已 来到42度 看样子应该是9杀M.2 所以展现压制力的时候了 再来是第三次关键温度测试 YES 看样子我猜的没错 达到它的基本工作温度后 它就会开始加速散热 把M.2 SSD的发热量带走 在测试过程中 也有降温的现象运行中 接着快速连测第四次和第五次的温度 中间就先别废话免得耽误测试行程 又被抓到空闲时间 再开始大量降温下来 嗯... 不错哦 测试到的结果 在连续加压测试 都只有一度升温而已 真的超级强的M.2 SSD打4散热器啊 在测试过程中 我也把手放在风扇上面 你是能很明显感受到正正的热风吹送 所以你的机壳散热一定要好 现在在我的开放式机台 是没有机热问题 给你看到的测试成绩都一定很漂亮 所以要达到这个效能 你的机壳散热一定要顾好 那如果要说两者不同风扇设定的优缺点 我只能告诉你 看个人喜好去设定了 只是插在用抽风散热方式 它的工作温度会升得很快 这也没有办法 下面显卡的工作温度 就先给它50-70度的热力支援加温 也还好93M.2 SSD的基本盘很稳 就算在高温 它也是一度一度慢慢给你升上去而已 两者使用上都不用太担心 有太大差异处 M.2 SSD的温度也是能压得好好的 再来是93M.2 SSD的6公分风扇拆下来 土炮改装到立民HR09 2280 Pro上面 而这风扇安装方向是向下吹重散热 这样就能和93M.2 SSD有相同测试条件来比较 首先是开机待机3分钟后的温度为32度 嗯...不错不错 真的没有让我失望 和93M.2 SSD表现一样水准 但别高兴太早哦 真正考验才要从现在要开始哦 接下来是第一次测试 哎哟还真巧呢 同样来到37度 接着在第二次温度测试 又一样来到40度 哇...两者目前表现看起来是互不相让 这下可精彩了 再来是第三次关键温度测试 哦...也只是上升一度的表现来到41度 接下来就是连续测试 一样测试10次 来和93M.2 SSD比较 OK...完成10次加温测试 两者比较起来 根本是分不出上下 温度表现几乎是一样相同接近 连在测试完待机3分钟后 也是降到34度 同样降差有8度 让我深深觉得 两者有严重的余量情节 各有各的优势在 表现也优异 这样我真的不知道 要如何推荐哪一个会比较好用呢? 如果要硬说好坏之处 我应该会说 谁的价格比较便宜 我就买谁 毕竟我们所创的 立民HR09 2280 Ultra版 会不会生产上市 也都还不知道 连售价会增加多少 也无法了解 所以只能等待 再看售价这方面评估了 再来能比较 应该是制作工艺水准这方面 我应该会选 工艺水准高一点的立民 M.2 SSD散热器 和9X M.2 Series 比较完全就是高了一个档次 有同样散热水准 我当然会在选外观看起来更优质的产品 不是吗? 你们应该也是这样子吧?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同心得和看法 都欢迎在下面留言 也请多多帮忙按赞和订阅 让我可以更快速一点 达到10万订阅奖牌 我是香蕉人 那我们下集影片见啦 如果你觉得我的影片看得很过瘾 除了留言赞美鼓励我之外 在资讯栏里面 有我的频道会员连结网址 你加入频道会员帮助我 我就可以找更多好货来拍摄 把影片做得更好 谢谢大家支持 所以影片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订阅和分享 也记得把你的铃铛打开哦 这样随时才可以收到 我上传的最新影片 拜拜 请不吝点赞美鼓励 感谢观看